生命是一切理性或者欲望的标的 假如这个理性跟欲望 它违背了人性 那么统统都不对 各位要了解到 理性所追求的或欲望所追求的目标 是要达到你人性跟生命所需要的 那么你今天所追求的 已经违反人性跟生命的需要 那么那个理性有什么用呢 那个欲望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的社会所追求的 是在泯灭人性的事情 这违反生命的事情 那就一切都不对 有很多人常常这样问我 佛教为什么要有戒律 我说你搞错了 不是佛教要有戒律 国家都要有法律 你打球都要有规律 为什么不要有戒律呢 戒律不是束缚你的 戒律是告诉你 你的理性跟你的欲望 要能够符合人性跟生命的标的 你的理性跟欲望 要是违背生命跟人性的标的 那就不对了 你在奋斗什么呢 你奋斗了老半天是为什么呢 葬送了你的生命 你赚了很多钱 那些钱要干什么 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谈到的 为什么说 欲望所追求的 是患得患失 它会扭曲我们的人性 因为它违背了人性 所以我们基于人性跟生命的基础 你来看 你所拥有的 那么你的人性 你的生命需不需要 假如你的人性 你的生命是不需要的那些东西 那你何必要太多呢 偶尔可能多一点 那我想不为过 可是你一再无穷尽地去追求 你根本用不到的话 那是违背的人性 违背的生命 所以不能违背 这一点相当重要 那么戒律也好 法律也好 都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运作的 它不是要违背 所以我们要留意到 社会的发展 个人的努力 都有这样的一个关键 凡是违背 或者不理 或者泯灭 或者不顾人性的行为 跟思维 那都不对 都不对 我们要记得这一点 人类在这个世间 你所奋斗的 为的是满足生命的需要 为的是人性的正常发展跟提升 然而我们的努力 却是违背它 或者不顾它 或者泯灭它 那你的奋斗 不是正好相反吗 世间的话说 自己挖坟墓 你是在建设高楼大厦 还是在自己挖坟墓呢 为什么自己会走向相反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欲望 不管是德或思 为了满足你的这种欲望 结果你忘了人性的存在 自从西方的科学 跟社会学发展建立在欲望的经济学上面 造成人类永无止境的竞争 人类的不幸就产生了 所以凡是有人性的人 对于生命会认为应该值得尊重的人 他都会从人性做出发 而不是单纯的由欲望做基础 这是一个生命教育上 必须跟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重点 我们不反对欲望 但是欲望是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 而不要作为你人生的目标 你有些欲望 可以促进你积极的人生 这个是没有错的 假如你把欲望当作用无止境的追求 那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拥有的 你要懂得享用 你拥有不能用 那等于没有嘛 所以我们说赚很多钱 而不能用这些钱 那你不是等于欲人家 赚钱还人家吗 你拥有很大的权利 那么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去为大众服务 你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利者 可是你没有办法想到 如何去利益大众 权利对你来讲不是腐化吗 同样的知识也一样 我有个同学 他很会考试 高考不管考什么都通过 考了十几张执照 我问他说 你总共有几个工作 他要两个 为什么十几张执照要做什么 我不能老是都当新兵 那你拥有那么多的知识要干嘛 不但如此 考完有一年我问他说要不要再考 他说不要了 过不到两年 他也回老家去了 你拥有这么多的知识 有用吗 各位想想看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欲望没有好坏 理性没有好坏 但是欲望跟理性的发展 都必须顾及人性跟生命的存在 我们要了解到 人性跟生命的存在 是理性跟欲望的标的 假如理性跟欲望的发展 不能满足生命跟人性的需要 这种欲望 这种理性是罪恶的 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认清这一点 前面我也跟各位提到 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把感性的这个部分 带入我们的人性 我们的生命里 讲这样子太玄了 假如把我们的感性 感性的生命 带入我们的生活中 用在我们处理事情上面 用在我们与人相处上面 那会非常的完美 今天 社会竞争到这种程度 很少有人会提倡 把感性带入处理事情上面 因为感性带入处理事情 那叫做处事的艺术 没有人敢去尝试 但是至少 我们要把感性带入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职场 你跟任何人相处 你都要记得 用感性 不要用理性 用理性的话 就会像上一次讲 家里五个人 最后的表决 就是爸爸上厕所 要坐马桶 而不能站着尿尿 这是非常理性 没有错 因为表决通过 那你要少数服从多数 可是这样的情况 假如爸爸也要理性的话 那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庭生活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希望 这是一个温馨的时代 是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